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雪敢言 李宗洪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自由行走激发的中港矛盾 是会流于一个情绪化 而复制了问题真正的核心所在 立法会的资讯研究组 是沿了一个相关的研究简报 是提供一个相当是 丰富具参考性的数据 其实这些数据反映出 不单止是香港这个城市 能够承受多少旅客的承载力 更在于自由行带来香港整个 城市生活面貌的改变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报告引述了统计处的数字 从04年到2013年 短短10年之间 香港的书报和文具 由粮食品以及家庭用品 两大类是贴近民生的零售店的数目 分别下跌了两成半 以至是接近三成 反观是备售旅客热桶的化妆品 和个人护理用品的店铺数目 可以有一些小店 可以买一支圆筆 买一把铁签 买一些纸张 或者是在家附近 有些这样的油粮食品店 甚至可以赚下数 可以有好丰富人情 于是没有了 有的就是大型的连锁店 本来这是一个城市化 一个漸进的过程 但自由行就将这个过程 是大大加快了他的部分 并且来得很急 当然数据都显示 自由行是带来了香港 一些经济的悲益 譬如明报今天大字标题 内地客养起了三分之一的零售业 我想知道自由行的购物 那种消费力是多么龐大 但当中大的隐忧 比如说今个黄金周 很明显在内地收紧水喉 经济开始放缘之下 自由行消费减低了 一减低了 那些承受着铺租 开得很快的行业 是不是有一些一业之秋的一种良意呢 所以当我们将很多的押注 放在自由行的消费上的时候 一旦市场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这就是香港一种不能自主的命运 各位我们可能有个感觉就是 既然那么多旅客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多些旅游景点 建多些厕所 那就可以分楼 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实际上当我们再深入了解整个图画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香港我们不同一般的外国城市 是只要去接收 承载中国的旅客 而在中港两地之间 似乎政府有个无言的默契 就将香港已经立入了 是弹珠三角的生活圈 即是我们可以即日可以在香港 来到来回几次 扣物啊 旅游啊 甚至来来喝杯咖啡 即是香港已经融入了 一个弹珠三角的体系 从经济上来说 这个的構思是可以防止 香港被边缘化 但是呢 又会带来生活上很多很多的冲击 即是说呢 不是建多几个旅游景点 发展多些可以是分流的地方 而是香港无形当中 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部分 也都是影响到 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了 那这就是那个问题真正的核心 所以如果我们还在争论 那些变力的问题啊 是用一些似乎是用激烈的手法 来到去指责内地自由行客 那种不文明礼貌的举斥呢 完全是触错容训 关键是一个很高层次 是整个城市的重新被定位 香港的命运 其实从来呢 我们未能够主宰的 而我们看到 我们生活形态的慢慢改变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们是不是逆来顺旧就算呢 因为呢 我们有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 去促整中港两地政府 正视香港 这个城市的定位 我们再能够去看回 在一个来港那个人数 和有关规定上 是不是可以作出一些调整 而不要让香港 那么快沦为呢 大珠三角其中一个普通的城市 如是去保留着香港人 我所重视的生活形态 以及看不到那种生活的价值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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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